当保存历史文明的博物馆 迎来肩负未来的青少年 当历史撞见未来 迎在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精神 为了鼓励青少年走进博物馆 深入了解华夏文明五千年的灿烂辉煌 中央电视台12频道 原创推出了青少年文博体验节目 迎在博物馆 2018年春节期间 迎在博物馆第一季正式推出 河南的洛阳博物馆 河北的邯郸市博物馆 湖北的荆州博物馆 陕西的宝基青铜器博物院 宁夏的雇园博物馆 江苏的苏州博物馆 六座国家一级博物馆的 文博小达人们 成为了迎在博物馆舞台上的 第一批选手 各馆选出的小选手们 不仅要在自家的博物馆痛下苦功 还抽签分组 结成对子 互相拜访 前往对方家乡的博物馆交流学习 这个河村为什么叫河村 河是它的主人 所以叫河村 大家看这个博物馆有铸造工艺 非常的高超 因为你在这个青东地上 是很难看到没有花纹的地上 一号目和二号目分属于两口子 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 目前见到最精美的月曜青时期 Mr.特兰博物馆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馆的第一件 国宝级的文物 北魏器官化 欢迎来到邯郸市博物馆 叶城成为中国北方的六朝古都 这是我们的正馆之宝 排名No.1的 这是中国早期青铜器 最有代表性的 华夏第一角 汝丁文同角 厂下是朋友 厂上是对手 最终六支队伍在现场一决高下 对对的奖叫 平泽平泽 平泽 泽平泽 泽平泽泽平 它有着不可替代 不可撼动的地位 只料肉质鲜美 蛋白质丰富 突然听见神机明锐啊 三二一 丰富的提醒 像不像 这是洛阳博物馆 最具特色的展品之一 泥塑佛面像的复制品 精彩的表演 历白钱 谁说日子 向金钱 听赵王特下令 进行胡福骑射改革 赵王特下令 赤兔麻 火炭红 话赶紧 神灵鬼战 紧张的气氛 情抢大 你六道一也没想到 你六道一也没想到 这些我都会 我就是抢不着 现场 真可谓精彩分成 小选手们的表现 绝对是节目的最大亮点 羊羔吃过吗 只吃肉不吃膜 请问 它是用哪只手指的 你现在需要活动活动吗 美女给我们烹茶 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的 你们在想骂呢 请你们品一品 我为大家带来的 我们洛阳的牡丹花茶 请中国两个字发发光 非常全面 然后让我们很佩服 这些小朋友 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发挥好的 年纪越小 威力越大 我们先的 明明是我们先的 心里面装的的话 就是这副起来 她是全天下最爱我的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 就是让所有人都看见 我们寒丹究竟多好 我也想为我自己的家乡一战 生日快乐 谢谢 场上比赛是对手 场下是朋友 让人感觉到互生可畏 然后你通过这个比赛 展现了你们的团队意识 一路拼搏 最终 邯郸市博物馆 捧得首届 赢在博物馆的总冠军奖杯 风骨鲸 少年强 赢在博物馆 文物博起来 2019年 赢在博物馆 启程再出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麒麟省博物院 广东省博物馆 六座省级博物馆的小达人们 开启了全新的文博旅程 抽签的结果 黄河两岸的陕西山西 结成一组 重庆南京两地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吉林广东南北相望 当岭南的三角梅 还在盛开的时候 吉林已经是寒意习人了 全新一季的赢在博物馆 不仅保留了 主客厂交流学习的环节 更增加了丰富的体验环节 走进地上文物 占全国70%的山西 了解孙毛的奥秘 这就是咱们古建筑上 不用一颗钉子 一点胶 把它结住起来的 能不能拔下去 二 一 走 别人弄断了 断了 这都断了 人家孙毛都断不了 孙毛结构太结实了 通过制作一双筷子 体验亦有更的神奇 简单地做一双筷子 慢点 慢点 轻一点 我以前以为筷子 应该就是三下五穿就做好了 但是今天我们亲自做 才发现要耗时这么长时间 而且是我们八个人在一起 对 在被称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的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殿前 拼装斗拱 赞叹古人的非凡智慧 说咱们东大殿 咱们就不得不提咱们 中国建筑史的开山鼻子 梁思成 梁思成 梁先生 早在这个上世纪的三十年代 日本的建筑史学者 关也正就曾断言 中国 中国找不到唐代人 对 小朋友看来做了很多功课 这个就是咱们东大殿标准的 铸头读骨 咱们现在有东大殿的原样在这儿 完了 再还有模型在这儿 大家动手操作一下 看看怎么把这个斗拱拼装起来 斗拱的作用就是踢柱子承重 然后将粗盐的重量延伸到屋子上 唐朝的斗拱都非常地硕大 是晚清时期斗拱断面的十倍 到了晚清时期 随着工件的技术慢慢地提高 然后他们不需要用这么多材料 就可以把这个屋顶 就是完好的保存下来 可以减震这个斗拱 在陕西走进地下灵墓 看看壁画出土的地方 跟着老师学习如何让陈峰千年的壁画重放光彩 这个老师正在做的就是表面的清理 他在用手术刀清理残留的一些胶液 那边他们就是用那个棉签 比较轻微的这种清理了 这个也是我们修复中常用的一个清理手段 这边正在做的就是美学修复 用的都是矿物颜料 然后根据这个壁画的颜色 我们会调配一些跟它底色相近的 然后我们再用毛笔 蘸这个颜料以后上去给它灼色 每个人拿一个棉签会沾一点来清理 让老板太湿了 注意清除就是有颜料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清除 我感觉我无从下手 太多太多太多 把这个东西 用弄好 把它挑出来 把它挑出来 用册风 用册风 老师我觉得这些都太难了 感觉你们特别伟大 每天都要这么细心地 做这些古代的壁画 在重庆白鹤梁 深入江西 参观世界第一座水下博物馆 看看绵延千年的水文时刻 又拿起钢签 亲手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个站着要 这边洗一盏 小心手 小心手 倒着 这样 站着倒下 再倒 我已经手就很难了 我手都飞了 我还不是 好酸啊 我觉得古人确实很知悦 而且他们不写在纸上也有原因 就是纸容易腐烂 然后纸也容易丢失 那么它就写在石头上 第一个就是石头是那么硬 然后刻得那么深 然后就是说它就不会 不会让它就是消失 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刻上去我觉得就是一种记忆吧 就是真的是一种传承吧 在江苏立阳跟着考古学家学习使用工具 亲手触摸西汉古墓中沉睡了1800年的泥土 现在我这个墓葬还在挖掘中 现在需要你们下去跟我们考古队员一样去挖掘知道吧 你做的时候要关它的底下的土啊 你要关它的 不是说我乱跑啊 我其实说实话 心里没有想任何事情 我只想全身贯注的把这个陶片指出土 让它完整的恢复之前的状态 因为毕竟我挖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段历史 真的是进到了这个墓里 我不再怕它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埋藏宝藏的地方 埋藏文物的地方 更夸张说埋藏历史的地方 在吉林走进高沟丽历史遗迹群落 亲手丈量巨大的石林 抚摸着1000多年前开采的巨石 感受历史的温度 长寿王他姓高 叫高巨脸 公元412年 他作为第19代王 好泰王的长子 20岁就继承了王位 他是在位78年 活到98岁 正是因为这样 他死后的嗜好长寿王 先讲这边 对 但是它这个墓的 这个算不算这个墓史 扬的是这个墓的边场 你找面的墓的边场是吧 对 好的OK 没问题 走进这里的时候 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 那个当时的每一寸条纹 然后就会让你更好的学习 更好的了解 不像树文那些比较枯燥的一些什么 这是我们特有的 它的独特性 是别的所有的文化都无法代替的 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亲身的感觉到他们当时经历了什么 然后就觉得要好好传承这些情怀 然后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 这是历史的温度 在广东 由广彩大师亲自传授始于康熙年间的彩绘工艺 用颤抖的手描绘美丽的画 广彩在我们广州呢 1757年的时候被定为一个第一个通商口岸 就迎来了外国人到广州来冒浴的一个高潮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 始于清康熙年间 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广州的工匠运用西方传入的技法和原料 在白瓷胎上涂绘烧制 就是广彩的萌芽 我忽然不自觉地握起了天秤的感觉 抖是正常的 不抖就不正常了 唐老师特别的细心 就是给我们辅导 比如说我们在画那朵特别大的牡丹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要有那种渐变色的感觉 就是要把所有的料都调到他那个花的那个 最尖短的那个位置 然后画出来就是有那种牡丹的那个渐变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这个 反正最后都是出自你手的作品 你要对他负责任啊 对啊 清理宋代沉船南海一号的清理现场 所以在他们插入的时候 一根钢管整整插了12个小时 这一切的一切 不仅仅是难得的机会 更是独一无二的神奇体会 六队文博小达人们 带着新鲜的感受齐聚一堂 开启了今年的现场竞赛 初赛第一组 黄河两岸的陕西山西 请开门 将心授手拿拿杯 这是复制品 流星同残是于1984年 然后在咸阳市出土 在粤泳上一共是几件乐器 七件 回答正确加一分 狩猎出行图上助猎的动物 鹰豹子 的确两岸就是一家很老的 就是老字号卖布的 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竹签的衣服我师父穿更合适 是不是 我可能我穿着都瘦 陕西主场两队平手 各得四分 平分秋色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不仅仅 局限在一两件文物上 一两个地域上 不仅爱自己的家乡 不仅爱自己这个家乡的文物 也爱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文物 这样鲁蝦 这里呢就是日升昌祭 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 就有我们进商的脚B 所以我们日升称 才是称得上会通天下 佛光寺东大殿的屋顶 单言屋顶 近红鸟书 主人的父亲是谁呢 书语 恭喜回答正确 来通北 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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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山西队略胜一筹 作为第一组的代表 进入下一轮 恭喜山西国务院代表队 将代表我们今天这一组 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圈 凤凰鸣鸣与比高纲 梧桐生意 与比朝阳 出赛第二组 地跨南北的吉林广东 看过吉林 少年和广东 奔引雷 请开门 这是吉林省博物院定谣 白右梅平的复制品 这是来自吉林省博物院的 契丹文八角铜镜的复制品 浮渝国后期的都城 在哪里 在长春附近 隆安县 加一分 中原的汉王朝 赏赐给高纲立贵族的 可能就不是一个王朝 可能是汉也可能是位 最后那两个扶妹 那个妹就是喜欢的 意思就是配戴 扶就是佩戴 佩戴的这种兰草 更加喜欢 因为论到花的时候 论到高品 就色不如香了 就这样 你们换个腰粗的不行吗 我感觉这眼打少了 这一下就和我一样 这一下子就不友好了 第一场吉林主场暂时落后 孩子们流着眼泪 做诗给自己加油 中有千古 横有麻荒 截图慈海 来日方程 这个国酒的名字 就叫苹果攀去 所以说这个碗 因此而得名叫做攀去碗 回答得非常正确 加一分 我们在广州 在广东 见不到的一种美 处之如小 肌肤般嫩滑 最可谓的是 它还天然形成了一只 侧舵回首的小猕猴形状 广彩 属于右上彩 还是右下彩呢 右上彩 很干脆啊 刚才我已经读错了 不是成泥宴 是邓泥宴 我不知道 谁字不差呀 男子还大丈夫 不许二位 当我们投入了自己的感情 把我们的感情融入到客观事物之中 事情两个字才完整 第二场最后一关 吉林逆转反败为胜 成功晋级 恭喜吉林省博物院代表队 将代表我们今天这一组 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圈 第三组 供应一江水的重庆南京 你们一定以为我会走过去 把它搬出来 我没有这个打算 光说不行 演出来 鱼口 瘦尔 凤冠 正确 可以加上一分 那你们选择的答案是 辣椒和玉米 可以加上一分 来大概了解一下 千年前的声音 琴是一小见大 了解宇宙星空 甚至了解我们身体内部的宇宙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思想 天地精神 人文情怀 相融合的一件器 其实自己的家乡 我这次是发现了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文化的 风水养人 火锅更养人 第一场南京反客为主 一分领先 错银铜牛灯的复制品 这是南京博物院馆藏的 清幼瓷神兽尊的复制品 淡类不可能的烹饪方式 炒 加上一分 哪一幅画属于迷点山水 这个简单 南京博物院的任何东西 我都如数家珍 我们觉得应该是假 加上一分 他用这个点代替他这个线 然后来做的这个 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提示信息 老师不用提示了 什么是工匠精神呢 有意识反复不断地坚持去做 而且要把容易的事情 当作难的事情来做 天下难事必做于义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那是可以算对的 第二场南京将优势保持到最后 最终代表第三组进入半决赛 将代表我们今天这一组 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圈 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 应该是能够接受双赢模式 大家都赢 可能在不同的方面 感谢你们 我给你们学了很多东西 赢在博物馆 它不是输赢胜负的赢 是人生经历的赢 祝你们在接下来的生命旅程当中 能够拥有更多的精彩 希望大家在博物馆里头 不仅仅要学习到一些知识 更重要的是 还有发现真善美的 这样一种眼光 这其实比知识更重要 赢在博物馆这个节目 真的是赢了 我觉得是所有的孩子们赢了 新的一年 祝孩子们健康成长 更多的走进博物馆 和历史进行对话 去亲近美 亲近这些伟大的创造 由于接下来的比赛 全部与故宫有关 所以半决赛举行前两天 山西 吉林 南京三队的小选手们 踏着北京冬季清晨的博物 走进了无限向往的故宫博物院 他们将在这座 600年的宫殿建筑群中 展开一系列特别的学习任务 最壮美的叫五门 这个门钉都是横久纵久的 这个象征这是地位的 象征等级的 等级越高门钉越多 咱们再往前 看前面这个宫殿 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 木结构宫殿了 这叫太和殿 太和殿干嘛用的 举行大型典礼活动用的 还在钟表修复大师 王金老师的带领下 探究了钟表内部的秘密 这就是寄信了 那这个黄色的这个 像是真一样 来回摆动这个东西 这是挂这个的 然后呢 半决赛可谓旗鼓相当 难分上下 天青宫 三层抬极以上 防止柱子扶来 回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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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分 加上一分 加一分 太和美 加上一分 韩教授旁征博引 潘教授专业解读 王冲老师有问必答 方琼姐姐 角色多变 情暖人心 听说你们家会通天下 张玉凡也是出口成章 精彩连连 圆明三声 泪沾伤 玉凡那是谁的比赛 在几位嘉宾和现场 来自全国的文博小达人的共同陪伴下 最终 山西博物院队和南京博物院队进入总决赛 山西博物院队和南京博物院那是谁的比赛 有什么时候 庭上 山西博物院队进入总决赛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将迎来本季赢在博物馆的总决赛 本场比赛之后 赢在博物馆历史上的第二个总冠军即将诞生 一路走来 来自陕西 山西 吉林 广东 重庆 南京的24位文博小达人 从分组抽签的那一天开始 就投入到了迎赛博物馆的紧张节奏里 一个多月以来 他们马不停蹄 废寝忘食 奔波于博物馆之间 变揽了馆藏文物 查阅了大量资料 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文博知识版图 他们学以致用 融会贯通 将所学到的文博知识 用最靓丽的方式传递给了我们 从主场到客场 从预赛到决赛 他们以闻会有彼此激励 谈古论今 谈天笑地 就在刚才 我突然发现 他们真的长大了 这不仅仅表现在学识的增长 更表现了他们在 求学和体验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每一位师长 每一处古迹 每一个疑惑 每一次尝试所带给他们的缓慢 但坚实的积累 在赢在博物馆的严学之旅上 我们似乎看到了 他们正追随着文博先辈的足迹 越来越有模样 今天的总决赛呢 还是比赛 但更像是一次毕业典礼 一次汇报的演出 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 就是我们所有文博小达人的代表 向观众奉献了一出 彩排已久的倾心之作 就让我们怀着渴望与羡慕的心情 等待演出开始吧 首先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站在我们赢在博物馆 第二季总决赛现场的 八位文博小达人 山西博物院的王子墨 王子乔 郑岳阳 侯哲文 欢迎你们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来自南京博物院的谢婉岑 萧寻熙 郭尔勒 以及赵腾源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本场的各位嘉宾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 韩鹏杰教授 欢迎您 我的文博老师 王超 欢迎您 我的文博师姐 方琼 欢迎您 我的文博小师弟 张玉帆 欢迎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潘首永老师 欢迎您 潘教授是我们节目的发起人之一 也是我们节目的策划人之一 给了我们大量的支持 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 我们今年的合作伙伴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 柳世发 欢迎您 柳社长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博爱好者 对你们到来 同样表示欢迎 我们一直在说 这次的录制是一次交流 一次聚会 比赛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所以我们不论输赢胜负 咱们大家欢聚一堂 谈鼓论金 今天的比赛呢 同样还是分为三阵 第一阵 快问快答 美人一道题 答对加一分 答错呢 不扣分 好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阵 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答题之前 我想问一问我们小达人的感受 首先就从出赛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来说吧 从去到那之前 我根本不了解唐朝 就以为唐朝只是一个特别新盛的国家 但我不知道它是如何新盛的 去到陕西之后 我见证了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到我们的山西的佛光寺 我也了解了古代木制结构是多么的坚固 同时呢 到我们最后一站的故宫 我知道故宫不像以前我心里认为只是大 从它的屋顶的工艺和它的一种庄严的感觉来看 我觉得我这一路学到的可能要比我在学校学到的更多 更有意义 这一路走来呢 我们觉得更多的并不是辛苦 我们比较累但是并快乐着 我们认识到了很多的文博知识 比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要升高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觉得赢在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目 那我们坐在台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朋友们 你们组的小伙伴 现在站到了总决赛的赛场上 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他们的 我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我希望你们赢了也不要骄傲 输了也不要灰心 一路跟你们走过来真的很好 很高兴跟你们交朋友 我非常喜欢 你们都很棒 只要做好自己就好 谢谢陕西的同学给我们山西的同学送上的祝福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第一阵的四道问题 王子墨 到2020年时 紫禁城建成多少年 500年 3 2 600年 回答正确加1分 来 王子乔 紫禁城的第一位皇帝 朱棣 曾被封为什么王 叶王 燕王 回答正确加1分 岳阳 满族是由女真人发展而来的 对吗 对 回答正确加1分 卓文 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 朴仪的年号是什么 宣筒 回答正确加1分 山西队 山西队第一阵 四道题全部回答正确 得到了4分 掌声 送给他们 接下来轮到我们南京博物院的四位小军手 你们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增强了我的文博知识 还交到了许多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 不管最后是输是赢的话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重点是我们在参与其中 我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了解了更多的文博知识 可能我们原来积累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这一次活动中 我们得到了更多有关历史文化的 中国这些传统历史的知识 我喜欢看书 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会背名剧 但是当我拿到那个资料的时候 我吃惊了 天哪 这怎么可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去博物馆了 老师给我们一点着讲解 我从那一个词 每一件文物中 或者每一个遗址 每一件宫廷中 我都感受到了 我们的祖先 在这里 或者在这个器物上 费尽心思 揣摩 销打 蕴含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飞逝 我很有幸 能在迎在博物馆栏目中 看到一座座名胜古迹 一件件文物 一个个博物馆 这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路走来 有意很重要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不光光是收获了文物上的一些知识 收获的更多的是有意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每一位文博小达人 谢谢你们 你们对重庆印象最深刻的 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和那个重庆一起吃火锅 就是 臭了 就是你会发现 有个重庆人吃火锅 重庆人跟你讲 这不辣 但是当你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妈呀 辣死了 辣死了 但是我们还觉得 咱们重庆说 哎呀 不好吃了 不好吃了 放几个下去吧 好 重庆的几位同学 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身材相近的三胞胎 乖巧懂事的大女孩 对南京的同学 有没有想叮嘱和送上的祝福 其实我特别地喜欢南京 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 更喜欢那里的文物 还喜欢来自南京的朋友们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来重庆 有事没事多联系 谢谢 姐姐给你们一个建议 以后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迎在博物馆节目 就会跟大家见面 大家到时候可以欢聚一堂 到时候可以一边看我们的节目 一边跟你们的小伙伴们来点评 你们的这个继承者 他们的表现如何 好 那接下来我们南京的四位同学 你们准备好答题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第一题 首先是我们晚存 人们都说 紫禁城 一礼而建 一的是什么礼 太 三 二 一 人们都说 紫禁城 一礼而建 一的是什么礼 太 三 三 二 一 答案是周礼 只要互相帮助 输赢并不重要 没关系 晚存 回头顾尔乐会帮你把这一课给补上的 小雷哥哥 这个周礼呢 其中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 咸朝后世 然后是左祖右舍 八个字 也就是两句话 紫禁城就是按照周礼中的这八个字 建的 哎呀 你了解的很多 晚存 也不要着急和紧张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接下来 寻稀 明朝设有军机处 对吗 三 没有 二 回答正确 加上一分 好 接下来 顾尔乐 清朝第一个住进紫禁城的皇帝是谁 三 二 顺制 回答正确 加一分 接下来 彭源 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结束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1911年10月10号的辛亥革命 回答正确 加一分 从每组的四道题 总结出什么出题的规律了吗 你看 但首先赵彭源答的最后一题是清政府什么时候结束的 对 然后他们答的一题是清政府最后一位皇帝的年号是什么 这只是一半 具体的还是请我的师傅王超来给你们解答一下 紫禁城是哪个朝代的皇宫啊 明清两代 是的 不要忘了它是两代的皇宫 所以这个题目呢在整体上 比以前来说呢加重了一些这个平朝的内容 而且呢通过明清两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整个传统社会的这个历史与文化 所以呢在题目里甚至能够追溯到中国理智的起点 周朝 给了大家一个什么呢 一个宏观的大历史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代人吧 往往对历史啊缺乏一种理解 很可能认为两百年前的事情和两年前的事情好像有相同的这种历史感 那么通过参观故宫呢 我们能够把这种历史感给拉出来 因为两朝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 如果一直追溯到周朝的话 我们这种宏观的感觉 它一个历史感 大概哪一个世界哪一个朝代它怎么定位 这个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此后呢 整个的一个这个王朝的历史感会带给大家什么呢 我们自己每一个小选手都是自己省博物馆的这个代表队 然后呢我们又学习了这个对方小伙伴的所代表的这个博物馆 再加上北京共工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脑子里面 有三个博物馆的这个知识了 我们把三个博物馆的知识呢 梳理梳理串一串 用一个时间线来衡量一下呢 那实际上差不多中国整个历史的这个脉络呀 我们就清楚了 这样呢带给大家呢 是对中国历史一个更不同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对故宫的体验 这个呢就是这个题目的特点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韩教授 我师父说了 说这个紫禁城是按周里来建 我记得您之前也讲过 是西安嘛是按易经来建的 就像他们古人建成 他们依据是随机的嘛 想按哪就按哪嘛 有什么说到吗 这个是有规定 有规定 你比如说说到周里 孔子也讲 玉玉乎文在五丛周 喜欢周里 所以周里啊 从那时候现在挖掘出周园的那些配置啊 它也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 什么地方建在什么地方 宗周县两边应该建什么 像故宫这样的 就有这严格的一种理智的这种规定 所以刚才郭尔勒讲到那个前后啊 这个四方里面建什么 这是它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以这个为核心可以说 这个已经很早 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来源 当然后来它会不断地有一些变化 包括某些局部的 这也会受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影响 但是总体上 我们中国的理智 从周朝开始的这个理智 一直就这样延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除了好的也在这个地方 它从周里这个地方里边 一直能够到明清 让大家画出这样一条线索来 就像我们的建筑画出一条中轴线来一样 沿着这个线索 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 得到一个清晰的理解 但是我记得我去西安的时候 他们给我介绍说 西安那边是什么分块 什么长安城 七十二方 它是这样的 所谓周里也讲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 以德配天 但是长安城从隋朝开始 于文凯建这个长安城的时候 它是利用了长安的天然的一种地理 长安有北到南有六道坡 它把这六道坡看作是一经前挂的六窑 然后根据这个划分了每一个部分的功能 这六个部分再把它细分 形成了这样像棋局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结构 但是有一点它跟这个是一样的 它的中轴线沿着这个两边里边的布局 这个配置是非常的清晰的 明确的 对啊 方舟姐姐 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紫禁城 好啊 就是我们说古代的这些皇宫建筑 都是背山 靠水 所以我们看这个各种皇宫门肯定有河 比如说我们故宫的内津水河 这个津水河拐了三个弯 就是五音殿 文华殿 太和门门前 前清宫为前卦 昆宁宫为昆卦 东西六宫全都是昆卦 就是你看那个断面 就是昆卦的一个象征 焦太殿是一个太卦 太卦就是上面要是前 底下是昆 它是太卦 所以整个紫禁城的布局 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能问问吗 你是这一次去故宫了解的这些吗 还是以前你就学玉京了呀 我有时候会看一看吧 天哪 你看 传统文化后继有人的 潘教授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您看紫禁城里边住过汉族的政权 也住过少数民族的政权 那他们的文化根基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选择的规制 跟很多的礼仪 是不是都是有趋同的这种现象 是的 是趋同的现象 实际上我们宫博院里边 收藏的档案里边 大概有几十件的元代的档案 就是说明朝的时候 它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 它还保留了前朝的一部分档案 那当然大部分档案 还是明清两朝的了 那现在我们的建筑里面 建筑格局我们说是明代定下的格局 但是现在保留的外立面 里边的装潢和装饰 主要是清朝的 有延续也有改造 比如咱们上一场提到的 门上写的那个字 那些匾额就不仅仅只有汉字了 我们还有蒙文的这样的字 我们说的故宫几块 对吧 我们前边的办公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后边的生活区 就叫生活区 就这几个大方位都没有改变 所以不太分是哪个民族 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 共同的这个家园 这个意思是有的 上次也说到这个筷子的事情 就在讲这个事 为什么要方的在上 圆的在下 地在上 紫乔啊 空挂在上 前挂在下 这个叫太挂 你刚才说前挂在上 空挂在下 那个是匹挂 所以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天在下 天气轻而上升 地气重而下降 两者可以有个沟通交流 这话叫天地交而万物通 所以紫乔要记住这个挂像 不是你说那个交太殿呢 你要把这个天放在上面 地放在下面 这反而是一个 匹挂的这个挂像了 中国文化中 讲的这个周易啊 这是一种文化和哲学 战凡你发现没有 他们也都是来自古都 是吧 你能给我介绍介绍 他们的家乡吗 我还想让他们 自己介绍比较合适 我们的家乡 太原 是在公元前 497年 由赵简子的家臣 董安宇 对 现在的靖阳城 就在 就是 今天的靖园区 靖园区有那个地址 靖阳城在赵光义 人间 在进行赵光义 攻打三次的时候 终于把靖阳城攻下 赵光义就非常的生气 就一把大火 把靖阳城烧了 然后呢 又引进 粉水把靖阳城给淹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只能是靖阳城的旧址 明代的时候 我们太原又被称为 九边重镇之一 有山西镇和大同镇 这是我们山西层面的 同时在那个太原 也曾为作为北都 被定下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也曾作为北齐的陪独 际阳 山西我觉得 最让我个人 非常感兴趣的 是那天你们介绍的 全中国70%的地上 地上古剑 都在山西 非常著名的佛光寺东达殿 包括五台山的南禅寺 非常漂亮 好 来 南京的同学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家乡 就是南京我们可以 先取个谐音 就是说可以很亲切地 称呼一下我们南京 就是说蓝京 就是因为南京人 也是那乐不分 所以就是说 也会读成蓝京 所以就是说 也就取那个谐音 叫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那么我们的大蓝京是啥呢 它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这个十朝都会 就是说它是东吴 东晋 圣 齐 梁 城 明朝 然后太平天国 还有一个是 我来想一想 还有一个啥我忘了 后唐 南唐 在南京是定国都的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六朝古都 就是真正在这儿 就是这儿有过皇帝的 然后南京的小吃很多 南京的那个有桂花糖 然后有盐水鸭 其实我觉得刚刚通过 我们两方选手的介绍 可以看出来 两队的孩子们 都透露着一股自信和自豪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 去年我们第一季的时候 张玉凡一说到邯郸的时候 独我邯郸 有内涵 有内涵 不简单 富万海内 天下民风 独我邯郸 有内涵 不简单 看到孩子这个天真活泼的样子 真是感到自己也重新年轻了起来 和孩子们一起 穿越了上下五千年 而尤其感到 似乎中华文明 经历了上下五千年 如今依然是一群 生机勃勃的少年 祝愿孩子们 每个人都能超越自我 成为自己心中 最美的冠军 好 谢谢 谢谢柳社长 对孩子们的祝福 成为自己心中的 那个冠军 好了 那我们第一阵 暂时搞一段落 接下来 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二阵 总决赛的第一阵 在八位文博小达人 和现场所有嘉宾观众的 切磋往来中结束了 后边的两阵比赛 将更加精彩 究竟哪支队伍 能够获得最后的总冠军呢 赢在博物馆 答案即将揭晓 对屋顶这方面 很有见解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的 走兽是建筑里面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我能问一下潘教授吗 各有所成 各有所成 就是清代皇帝 上朝的地方 重演的还有山花 皇帝的办公区域 天马 海马 在宋代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了 错金银 屏武神钩 同代钩 我跟他们沟通交流一下 可以 没问题 还是我们现在这社会好 会比我们之前的题 难度有所增加 立柱四根 上搭两访 怎么发现 佛光寺东大殿的吗 最后一道 抢答题 天啊 黄长人级 勇纪高 所以中的本意 就是恰到好处 为什么呢 希望我们的国家 像玉一样美好 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来好处